欢迎收看113年5月13号的港督新闻 我是雷昌邦 先为首先带你掌握今天的新闻焦点 位于全境区内的临头里四周 和印象中灯火通明的市中心截然不同 因为临头里属于老旧社区 难以装设路灯等照明设备 一到晚上就会按到看不见五指 居民也不敢出门走动 生怕会跌倒摔伤 位于前镇的拉瓦克部落 在三月底全数拆除 未来部落居民将至凤山中轮遗敌安置 拆遷案历经多年诉讼 在法院判决市府败诉之后 市府决定不再上诉 并认同人住民族是台湾这块土地的主人 印象中的日式料理 有像是生鱼片或和牛之类的 但你有去过完全没有肉的日式料理店吗 这间位于高雄市三民区的餐厅 过去曾经以婚食为主 但在一次机缘过后 打造出处于自己的一条蔬食日式料理之路 新闻首先来看到 高雄捷运R20后进站 有一处联合开发案 将新建两栋住商和住办大楼 开发之后市府分回的楼地板面积 部分将作为男子第二行政中心 而原男子行政中心除了保留部分单位之外 将转为长照和社福设施 继续服务当地的男子居民 男子行政中心部分设施老旧 外墙瓷砖剥落 对外窗容易进水 内部的贴皮地板也有破损的情形 再加上受到台积电和科技S郎带的效益 男子区人口急剧增加 行政中心业务繁重 办公空间出现不足的现象 即需要征聘第二行政中心 那所以其实在旧的原来的区公所 其实已经不复使用 而且年龄也有点久 那我们也知道说未来在后进这一边 其实它的人口数大概都会密集在这个区块 为了应应市长的政策台积电的政策 所以人口数也往这边移动 整个高雄都是旺北发展 尤其是台积电还有乔科的因素 整个左营男子尤其是男子 他真的是蓬勃发展 那人口急速的涌入 所以我想更凸显了说 在这个行政上的一个服务非常的重要 这个品质跟层面都要相当的坚固 好消息是增批男子第二行政中心有补了 高雄捷运R20后进站一处联合开发案 评选出炉 德标厂商将新建两栋住商和住办大楼 开发之后市府分回的楼地板面积 部分将作为男子第二行政中心 那其中住办的部分是16层楼 那住商的部分是24层 那这个案子还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 就是说这个案件会导入公共服务的项目 也就是说男子第二行政中心要进驻我们的未来的连开基地 那男子第二行政中心的部分 它有950坪 950坪左右的室内空间 男子第二行政中心初见曙光 目前规划是将原行政中心的大部分单位迁入 但是仍有部分单位会留在原行政中心 其他空间则转为长照和社福设施 继续服务当地的男子居民 那目前呢会有求公所及护证事务所的一个进驻 原来的行政中心将来会转型为社福大楼 预计会有公托公佑 还有我们的育儿资源中心及社福中心的一个设置 那另外呢税捐跟地震的本所也还会留在当地 尤其是我们一直长期在争取的这个东南子这边的一些 六大礼的活动中心啊 市民的活动的空间都应该帮他们预留下来 因为这里以后未来的劳工人口数会非常高 我们也希望劳工局在这里设一个服务劳工的一个点 所以会非常的完善 包括我们的日拖的部分 还有一些长照的部分 还有礼活动中心 其实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建筑 所以我们都非常期待 而且我们也希望说 把人移过来这边的时候 原来的旧的行政中心能够再做其他多功能的使用 南子行政中心目前设在南子新路 右舱后进居民要到公所 必须通过南子路桥有些不方便 而在后进增设地的行政中心位居区中心 将会更方便居民洽工 记者类昌邦高雄报道 高雄旅运中心启用以来停靠了许多船只 今年还首次迎来双游轮停靠 为了让这些超大型的海上宫殿停靠 岸边其实藏有小彩蛋 这一群白色卫兵是船只靠岸时的大工程 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么厉害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高雄旅运中心已经启用一年多 今年二月还迎来了首次双游轮停靠 但是你知道这么大型的海上宫殿 想要停靠岸的时候 这一块看似不起眼的防旋材 却是担任着不可或缺的大工程吗 前面大家看到的这一座就是我们的防旋材 它的位置是固定在我们码头的垂直岸壁上面 主要的功能就是吸收船舶的撞击能量 大家看到黑色的这个部分是由橡胶构成 然后把前面白色跟钢板的部分就是高密度的塑胶材质构成 还有叫防冲板 整组包括后面的橡胶的防旋材跟前面的防冲板 共同组成整组的防旋材设备 岸边这些一块一块的白色防旋材就像一群白色卫兵 防止游轮直接撞击岸边导致磨损或是破损 而且特地设计成白色也是小小吃 因为与大多游轮颜色相同 即使摩擦了也不会留下太明显的刮痕 防旋材一通俗的说法就是碰垫 船用的碰垫 它的功能是船在靠泊码头的时候会有一定的靠岸速度 所以避免这个船直接撞击码头 它的功能就是吸收船舶撞击的能量 借以来保护我们码头跟船舶的避免受损 以我们27到21号码头来说的话 我们现在目前设置59座的防旋材 旅运中心装装的防旋材 是专门为超大型豪华游轮所设计的 其实还有许多各种不同的类型 像是在码头最常见的轮胎也是防旋材的一种 船舶大型跟小型会有不同的碰撞速度跟能量 所以会采用不同的防旋材 像渔港这些废轮胎所组成的这个 也是广义防旋材的一种 会有很多种形式 那这个我们旅运中心装设的只是其中的一种 那一般来讲会有A型的V型的Pi型的 圆柱型圆筒型还有甚至充气式的 还有滚轮式的 那这个形状各异啦 旅运中心未来还会有许多的船只停靠 下半年的游轮母港经济还会持续进行 有机会来到这边搭船 也可以来发现看看这个岸边小彩蛋 记者孙君高雄报道 再来看到今年1到4月 54场的巨星演唱会 为高雄带来高达23亿元的演唱会商机 高雄市议员郑梦入就建议市府 加强演唱会黄牛票的监督机制 同时设计套装形成 拓展商圈商机 增加消费力 为高雄演唱会经济奠定基础 今年1至4月 国内外巨星接连在高雄 举办54场的演唱会 吸引约72万人次到高雄观光 缔造超过23亿元的观光产局 为高雄市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 高雄市议员郑梦入建议市府 加强对厂商的购票监督机制 让市府成为歌迷们的后盾 是要求我们的这些 开演唱会的这些厂商 必须要针对演唱会的售票方式 他们必须要有责任的 所以其实在不管是透过实名制 来杜绝黄牛 其实这些都是他们应该去做的方式 所以我们就希望说 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减少不管是诈骗还是黄牛票的发生 有建于巨星在演唱会后的旅游行程 或是后续聚餐的地点都会成为粉丝潮胜打卡点 曾梦入更建议市府可以结合交通卡与景点 设计套装行程 扩增饭圈经济 延续演唱会经济的力道 粉丝他们会去追求就是我们这些偶像去采过的景点 或是去吃过的餐厅 那我们如何去安排这样的一个套装行程 甚至是交通票卡在日本跟韩国他们都会推出这样的一个偶像套票 所以不管是整个交通票卡上面他们是偶像的包装 甚至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小卡的纪念小物可以领取 那甚至是在列车上面他们也有偶像的这样的一个装潢 甚至去结合了更多的像艺文表演 或者是说我们高雄市其他的一个配套活动的话 其实可以让我们的饭圈经济可以去扩大 每年演唱会带来的人潮都为高雄增加可观的消费观光收入 议员督促市府延续商机行销高雄 为高雄增加更多经济来源 记者李嘉龙 吴佩珊 高雄采访报道 古山长照服务园区预计在115年开始营运 高雄市议员简幻宗关心建设案进度 以及了解厂商执行的情形 同时关心城中城大火受灾户 即将居住的七显安居设宅施工情形 为居民和正在开发中的古山区做好把关 高雄市将在旧中山国小校址建设 古山长照服务园区 预计115年开始营运 高雄市议员简幻宗关心园区建设案 希望在地长者能获得更好的照顾 他除了日照中心之外 他还有一个算是常住型的一个设施 去照顾这些失智又失能的老人 我觉得这是很必要的一个存在 因为毕竟整个老年化人口都逐步上升 所以我们期待就是卫生局可以紧盯的这个案子 因为毕竟他的投资金额是5点多亿 这是一个大案一个大的BOT案 除了这部分之外 其实在旧中山国小校区 他还有运动中心跟公托 那我想把那个空间可以发挥到淋漓尽致 我觉得这都是好事情 园区启用需要大量的照顾服务人员 而近年长照人员各地都是团缺 简幻宗将接续监督营运状况 人生他的承包商他也是做长到起家的 所以他们一定会有这样的专业 只是就是说如果说他的规模过大的话 其实卫生局这边也是要稍微再注意一下 就是整个人员进出的状况 另外陈中城大火发生后 市府在七贤国中就职新建设宅 提供陈中城无房屋的所有权住户 优先承租权 设宅将在117年完工 议员也关心社宅的施工情形 我想在爱河边盖房子 其实大家比较清楚 就是说可能他的低基可能会 需要一些工程技术的强化 那我想这也可能是一部分的因素 那不过还是期待就是说 相关单位可以就是用 比较严格的一个工程标准 那以及就是好的工程技术 然后提供给市民朋友一个好的社会住宅 议员还关心凹子底停车场 古山三路电缆地下化等公共建设 以及台泥古山园区与龙华国小就职等联开案 为正在改变的古山区做好监督角色 记者李嘉龙 吴佩珊 高雄采访报道 高雄前京区是高雄市的市中心 但是位在区内的临头里 四周环境和印象中灯火通明的市中心 却是两样型 因为临头里属于老旧社区 难以装设路灯等照明设施 一到晚上就会按到伸手不见五指 居民也不敢出门走动 生怕一个不小心会跌倒摔伤 跟着里长走进临头里内的伸望向 虽然这边位在于前京区市中心 但是与喧嚣的城市却呈两样型 这里还留有许多日之时期的木造房屋 向导搜通复杂 照明设备也是相当不足 入夜不到六点 这里的夜色就已经生不见五指 七点就暗明设施是吗 对对对 六点是现在比较坏了 不然六点就都暗暗了 临头里算是说前京区最古老 算最旧的部落 所以我们一些照明设备都是 好几十年一二三十年前留下来的 都已经不堪使用 或是有破损 普及率也不高 像你看这个箱子 到了晚上就是黑暗世界 可以看到即使是大白天 这里还是有许多的暗像 一到夜晚这里的居民就只能靠着西苏吉档路灯 勉强照明 为了增加安全性 住户只好自己牵线装小电灯 但依旧是杯水车薪 居民只要一到晚上就不敢出门随意走动 生怕跌倒随伤 这堂的时候都没落伤 所以到晚上的时候 这堂的时候 走到整堂都暗门了 现在我们都老人 你看这 都走到更暗 尤其这箱子都没落伤 路不够好走 感情窮窮窮窮 主要还是在于居住在这里一百多户 还是以长辈为居多 那这么暗的情况 其实对他们出来 这个行走居住的安全 其实还是有很大的疑虑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说 市府能够在这个照明计划上面 能够加以专案的来补助 让这边能够晚上至少是亮的 假如说一发生火灾的话 消防兄弟进来 可能只会看到火光在哪边 然后火光他把火扑灭了 他自己也走不出去 因为真的是太暗了 而且发生火警时 忽暗的环境也会导致 救援难度的增加 只是这边要装设路灯 好像有些困难 老旧社区的狭窄上道 加上在地的产权过于复杂 大大增加了装设造明设备的难度 可能市府还需要多加研拟办法 才有办法改上现状 所以真的是需要市府 真的大家一起来集思广益 然后用一些就是比较务实的方式 来至少第一阶段 先来照顾到我们这边居民的 夜间的行走的安全 那中期长期 其实这里还是会需要一些政策工具 例如说像社区营造可以来做 那长期呢 其实他还是需要做都市更新 临头里内也有许多的历史痕迹 走进这里就好像来到另一个空间 当务之急是解决居民的居住安全问题 但是长远下来 或许还是需要重新为社区再造 或是独时更新才有办法解决根本问题 记者专军高雄报导 高雄南子的水果公园 种有许多芒果树 芒果成熟之后掉落下来 反而滋生蚊虫 今年家长里里长就向市府申请 发起打芒果的活动 邀请民众拿着竹竿把芒果打下来 再腌制成芒芽 也就是情人果 这样充满童趣的活动 成为家长里内的一大特色 高高的树上结芒果 大家拿着竹竿打芒果 有的掉在网子里 有的掉在地上 赶快把它捡起来 不一会就打下许多芒果大丰收 大不大 大不大 很有趣 会让我们想起小时候的那种情境 有这样的一个芒果树 很难得我们就这样来举办 让我们一些长辈来感染 我们之前的一个童趣 然后就说来回忆以往的一个快乐的时光 这些还没有成熟的芒果还不能吃没关系 大家把芒果洗干净削皮切片 再用盐巴腌一腌 之后加点糖冰起来 就成了夏天消暑的圣品酸鸭菜 吃起来酸酸甜甜的 所以又叫情人果 好吃又好玩 用120克的糖 几点 很好吃 甜甜酸酸的 像初恋的感觉 酸酸甜甜 最脆的 感觉好棒哦 全部都打下来 不要留着 要不然到时候又掉下来又烂掉了 这些芒果其实是长在南子区的水果公园里 不能够随便采摘 但是芒果成熟后掉下来腐烂掉 反而滋生文盈 加昌里里长在市议员和森林城市协会的协助下 就发起打芒果活动 一方面解决落果问题 一方面也让民众体验摘果乐趣 加昌里水果公园过去是一个连雾啊 还有我们的土芒果落果相当严重的地方 会引来一些蚊虫 还有一些脏乱 其实当时的民众是不喜欢进来这个公园的 那经由市府的一个改造呢 目前是一个环境非常清幽 而且在这个季节有非常多的土芒果的一个生长 事实上我从小我爸爸就非常喜欢吃芒果 而且每次我看他都是一个水桶 然后就抱着 而且他特别喜欢吃那种土芒果 然后一直一颗一颗这样削来吃 我就觉得好像很享受 在城市里难得还有一片芒果园 可以让民众把芒果打下来 再腌制成酸鸭菜 参与的市议员和男子区长都觉得 这是一项很有地方特色的活动 希望能够延续扩大举办 我想在高雄市应该没有办过这样的活动 也没有这样的场地 所以里长也有建议啊 说未来我们每年就把它变为都固定的一个活动 那明年我想要邀市长来参加 这是一个很好的巧思啊 能够把这个现有的资源 然后把它发挥的更好 然后都结合社区的力量 然后大家做这个机会来做联谊 所以我们就是有跟公园处申请 我们要来举办这样的活动 我们才能够来这样子做打芒果的一个活动 所以居民不能随意来这样打 这样会违规处罚 南台湾盛产芒果 成熟时不但香甜多汁 还没有成熟时也能够腌制成 提前享受酸甜爽脆的口感 一种水果两种吃法 记者赖昌邦高雄报道 位在前阵区的拉瓦克部落在三月底全处拆除 部落居民未来将迁到凤山中轮 异地安置 而这起拆迁案历经多年诉讼 在法院判决是否败诉之后 高雄市政府决定不再上诉 并且认同原住民族是台湾这块土地的主人 而经过协商之后达成迁居的共识 签证和判的拉瓦克部落不在 我们要如何共同来思考这个人权议题 初春的早晨 这是拉瓦克部落在前阵河畔最后的身影 今天将要拆除最后一户 陈美金和家人也把握最后的时间 将重要的东西移搬离 这个判决确定之后 就有职一户的主人是胜诉的 市府是尊重这个判决的决定 然后决定要全力协助 拉瓦克部落主人的一个安置 所以后续就不再上诉了 然后我们就启动了 整个拉瓦克部落的一个安置计划 我想这大概是从这个111年年底 到112年的1月 就决定启动这样的一个安置的一个协商 一直到今天 我想我们应该有超过30次以上的一个沟通会议 我想那个沟通会议除了是请听之外 然后也要跟部落的族人协商说 他们觉得哪个地方是他们觉得 最希望能够安置的地方 再来就是安置的模式 还有他们可能有哪些是需要我们再次协助的 那其实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 当我们在开这个会议的时候 我们跟曾经办事长一起开会的时候 看到这个判决的结论 我们事长其实他非常严谨地讲了一句话 对在场的首长 他就说台湾这块土地 原本的主人就是原住民 我听的是很感动的 然后他在讲下一句的时候 所以我们本来就应该要照顾原住民 他们的居住权我们本来就应该要重视 我们要继续讨论 我们要继续讨论 未来耶 对不对 谢谢你 哦 因为从他爸爸 那个时候这边还是孕阁的时候 他们就来 所以他当然会很不省 面对自小长大的部落 要成为一片平地的现实 陈美金忍不住放声大哭 对他而言 拉瓦克部落是父亲和众多长辈 平手之主所建立的 如今父亲已远去 拉瓦克部落也将成为历史 可能情感上是有 当然一定是有一定的情感 可是妈妈 情感比较丰富 我们做儿子的还是要比较冷静一点 对啊 我们还是蛮乐观面对未来的 过去之后还是会叫拉瓦克 你说过去那个安置的地方吗 当然一定是啊 对啊 虽然这个地方被拆了 可是拉瓦克部落绝对不会消失 在我们心目中 把别的地方还是拉瓦克部落 所以你觉得对那边安置那边 你觉得还满意吗 我们还没有到最后的结果 我不知道到底满意还是不满意 我现在没办法回答你说满意还是不满意 可是目前市政府有释出善意啦 对啊 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就先等待看最后安置的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 这样子 你把他拆掉 他都坏掉了 2024年初市府和居民历经多次协商取得共事之后 拉瓦克部落在1月起陆续拆除 市府提出在凤山的中轮异地安置 两地距离大约7公里 这个见证台湾工业发展以及高雄城市转型的部落 正式的消失在前镇河畔 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是一个一连串 我们对原住民部落殖民的故事的一串 从山里面 然后从原本的部落 然后我们进行 外来殖民者就是觉得就是要管理嘛 然后冲突之后便于管理这样子 那你当把人家的故乡回合 他们开始要到都会区来的时候 我们的都会区大部分是他们建的 对不对 那他们形成的聚落 在都市里面安生立民的地方 你都不给任何机会存在 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很短视的 而且是继续是一个殖民式的想法 所谓殖民式的就是说 你们的存在不具任何意义 不具任何这个需要 那都市里面不要你这个 现代化的国家 现代化的社会里面不需要你们 所以我可以把你拿掉 那我 这个现在看起来市政我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有安排安置 然后给你怎么样这样子 那我们就先不要讨论那个安置的内容 公不公平 这都另外可以讨论 都还可以改善的地方有非常非常多 但是你把一个聚落拿掉 那就高雄市的历史就少一块 然后你就打叉叉嘛 我们过去我们为什么变成现在这样子 我告诉你 有一部分我们是隐藏成的 消灭掉 因为不值得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 我觉得从一个都市发展的角度来讲 是很可惜 因为一个都市 我们看到其实欧洲 或者说看一些伟大的都市 我们就觉得 好啦就再讲这个急共近利一点 你要吸引观光客 你高雄市独特的地方在哪里 你市中心如果有一个原住民的部落 你能够让它留存 你就会证明这个都市的骄傲的地方嘛 对不对 我多样性 我让它继续存在 而且我尊重它的存在 对不对 好 你现在为了发展 然后地价越越高 然后你整个就把游戏桶弄掉这样子 我觉得未免太屈服某项的利益 某些人的利益 或者说某种都市发展的想象这样 市府认为已经做出最大的善意 同时也认同原住民族是台湾的主人 但部落却依然只能在政府提供的候选名单中 找寻下一个拉瓦克的落脚处 从怪手拆下招牌的那一天起 部落就注定了崩解的命运 新的安置方案出炉 但部落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 目前我们丁丁的这个行政期约 就是说可以设定地上权 设定50年 对 50年所以就是说还可以 就是他们可以继承给他们的下一代 自立造屋 对 不但是自立造屋 盖自己所希望的住处 然后也可以比照他们原本在中华五路县值 住处的面积 到这个我们中轮基地的时候 就是多大的一个面积 那另外在新建的这个过程中呢 如果有中期安置或中期要住到社宅 我们也会有提供租金的协助 那当然他们在这个新建的过程中 也会每合像高雄银行有一些贷款的一些优惠 朗瓦克的纷纷扰扰看似走到了最终章 这起重大事件的判决也提醒着我们 必须更重视何谓人权 以及我们要如何看待不同族群 在都市里的发展脉络 理论上行政体系 它天天在接触社会变动 应该它是最新有这个思维 但是总之我觉得对台湾来说 我们很高兴整个政府体系 广义来说包括司法单位 终于有人看到 最新或是说比较 这个新一代的人权的概念 它不会单纯只是用说 我就给你听我给你保障 或者说我叫你拔 有东西给你拔 有周峰地理不让你流落街头 这种很狭隘的东西 那你刚刚讲比如高市政委 原本一开始讲说 这原起法不均参考价值或什么 基本上我也不意外 因为现代的公务员 的养成过程 一直到他后来训练整个机关运作的过程 他有去想到说族群这个正义 或者说转型阵营吗 没有啦 我觉得是要互相社会的不同力量 不同的概念互相冲击 然后公务人员要与时俱进 所以我觉得司法引用了两公约 引用了这些 比如说最新的居住权的这些概念 这个其实是 我觉得人权运动 有一些成果 这个我觉得都是很正面的事情 那现在就是看这些公务人员 对不对 你养成的过程 你训练的过程 你每天 这个决策的过程里面 你会不会把这些都放进来 当然不是鼓励大家去占地为往干嘛 不是这个概念 而是 人是怎么住在这里 是因为就是有这个社会 这个土地 成长的需求 它是现实 那你怎么样去 让这些群人能够安居 然后这个继续生活 这里面不是单纯的说 我把你弄掉 然后去找地方让你住下来 就这么简单 但是就很可惜我们 我觉得高雄市政府应该是好好从这些里面学到一课 就是让他们知道说人权其实没有那么狭隘 不要以为这样就可以对得起历史 或者对得起社会这样 这个其实都在考验或说呈现主政策 就是其实我们看高雄市 另外一个案子是果蔡市长拆监案 果蔡市长拆监案 过去从1971年代发生到 后来被拆掉 中间经过六中台七任市场 里面只有一个卸长平 曾经有想要提出 由市府提出 几个可能解决方案 对不对 所以我就说这个是leadership的问题 你有一个墙或者说有视野 或是你有这个人权概念的这个领导 市政领导层次 你就会有可能去做出这个方向 那当我看到市长 或者说市长是传出来的讯息是这样 底下公务员我当然就会在不违法的状态底下 把我的行政去满足这个服务员权的问题 所以我经常讲 依法行政这四个字就是会害死所有人 让公务体系的 为民服务的功能缩到最小的 我有一个朋友之前当潮州政党 他就说我从来不整理依法行政 他颠倒过来 他说行政依法 他就跟公务员权 行政是要服务人民 你就是尽量服务 服务到法律的边界 你再做就违法了 到这里停了 所以他就说行政才是重点 不是依法是重点 记者刘卫庭高雄报道 为了推广媒体禁用 并且提升全民媒体试读的观念 港都新闻特别和一手大学大众传播学系合作 指导学生制播新闻 并且引导从中获得食物工作经验 以及媒体素养正确观念 让工作食物和理论相结合 相信未来能够更快地融入媒体职场 接着我们来看这一则学生的作品 这像是平时的你吗? 肚子饿了? 马上打开社群软体 看看网友推荐的店家 来决定这餐要吃什么 从Instagram、Facebook 到TikTok等软体里 各种美食贴文让人们 忍不住想要一探究竟 这些美食贴文 往往以精美的影像 和诱人的标题为特色 民以食为天 这些贴文的流量也十分庞大 吸引网友的目光 但你有发现这些贴文 正在悄悄影响着我们 对于饮食的选择吗? 有,我有追踪过美食账号 因为我觉得有一些影片 就是拍得很漂亮 然后就会很好奇 是不是真的那家店 有他说的那么好 然后就想尝试 有刷到过 因为看到他们推荐食物 就感觉很吸引人 然后会想去尝试看看 多少会有一点吧 好评的话就会去啊 富评的话就会看到底多夸张 如果真的那么夸张 他就不会去 但是看起来如果还好 他就会想去尝试看看 真的有他们说的那么糟糕吗? 因为他们通常在介绍的时候 都会把食物讲得很好吃 然后他们自己吃的时候 感觉是很开心那样子 我们很有可能 因为尝试社群媒体上 过度吹捧的美食却踩雷 或是听信负面评价 而选择性忽略 某些认真经营的餐厅或摊饭 社群媒体上的贴文 在现代极具影响力 但可能会因此 忘了一件重要的事实 就是每个人的口味都有所不同 这些内容很难支持 反映每个人的感受 主要是因为 现在大家的生活习惯 就已经变成是 用这些社群软体去 吸收这一些的资讯这样子 所以这些行销公司 或者是行销的手法 当然就会使用 吸引人的文字 声音 影像 去营造 这一个餐厅 或者是这个美食 很好吃的 这个状态出来 运用心理学 比方说 我这个东西是限量的 前几名来的人 他有附赠什么什么什么 或者是 搭配了什么什么折扣 然后你来这边 会享有几则的 这个优惠这样子 搭配用这样子的行销的手法 去加深这个想要去的动机 这样子 首先是这样 现在的大家的生活 其实都是被大家 网友们的评价给左右的 那如果你说 但这个东西没有好坏 可是如果硬要讲的话呢 其实 呃 对我来说 我会觉得是不乐见的 因为那就丧失掉了你的声音嘛 那 好事跟坏事 我觉得还是要回到 个人去做一个 评断 那 网路上的评价很多 就是 带风向什么的 这个东西很多 其实 我们个体 还是要有一个 自我判断的能力 把社群媒体上的美食贴文 当作参考 不要全然信任所有的评价 网红或民众的评价 并不一定能代表所有人的感受 我们应该更加注重实际的 用餐体验 以及自己喜欢的口味 而不是追随社群媒体上的热潮 这样才能有更好的美食饗宴 记者郭恩宇 曾培恩 顺路采访报导 白天工作很辛苦了 到了下午肚子有点饿 要怎么犒赏自己呢 今天来跟大家介绍一个下午茶的好选择 位在古山区轮渡站附近的这一家鸡蛋酥 开店到现在已经超过了60年 很多人从小吃到大 外酥内软充满香气 是在地人最爱的老滋味 一块块揉好的面团放入油锅内 将面粉油炸至蓬松状态 一颗颗香气四溢的鸡蛋酥 就可以起锅了 这里是位在古山渔港旁的一间鸡蛋酥 从1963年开业至今 已经成为许多人来渔港必吃的下午茶 我选第二天 我的手差不多四十年了 四十几年了 我现在六十月了 我十几月就是做了 鸡蛋酥 那是两个面粉的结合 就是说面包跟饼干的结合 酥酥的就是饼干的那个口感 那个面粉的部分是松懒的 那个是面包的口感 老板说鸡蛋酥在他小时候 只有贩售三种口味 至今已经研发了 共12种的口味可以选择 但是对于第一次来这里尝鲜的顾客 老板始终推荐要吃原味的鸡蛋酥 原味是店里的招牌 最容易吃出鸡蛋酥的香气 更是这间鸡蛋酥的起点 在买的时候 要认真说的是三种口味 三种就是原味 第二种就是这个红豆 还有一味就是咸的 还有咖喱 那是古代的口味 平常的口味 慢慢的一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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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味越来越多 这种东西 一二二一的结合 在转性 我看到古代的口味而已 很多人家都是说 没有看过这种东西 没有吃过的人家 我都介绍前面 他要吃我们的盐味 招牌盐味 才能吃得到那个面粉香 我们原来的那种口味 老板将鸡蛋揉进面团里 再将两种不同配方的面团 依照比例做搭配 让每一块鸡蛋酥 外脆内软充满香气 老板也说鸡蛋酥好吃的秘诀 最重要的是将刚炸好的鸡蛋酥 放置五分钟 让表皮稍微冷却 进而呈现酥脆的口感 我们在吃脆皮的味道 脆皮的东西 刚炸起来就 就软软软软 一定要等它稍微凉一点 吃起来不够那个口感 像这样刚炸起来软软的 不过你那种 筋肉差不多五分之十分 差不多二十多左右 吃起来口感就是不一样 就脆了 对 问题是 这个窍门的炸一只而已 热烤 太热不好吃 有的人 这个口感有 有鬼 人家就要吃燥热 我也是 他的意外就要吃燥热 就燥热 人家欢迎就好了 每天下午时段 在鱼港旁制作鸡蛋酥 对现在的老板来说 是想传承妈妈的手艺 希望让更多 没有吃过鸡蛋酥的顾客们 也能认识这项原料简单 却越吃越香的古早味美食 记者潘志光 卢云家高雄报导 印象中的日本料理 有的像是生鱼片或和牛之类的 但是你有去过完全没有肉的日式料理店吗 这一间位在高雄市三明区的日式料理店 过去曾经以荤食为主 但是在一次机缘之后 店长改变了所有的菜色 打造出属于自己的一条 蔬食日式料理之路 浩华的生鱼片握寿司拼盘 看起来多汁可口的鸡肉串 感觉就像走进一般的日式居酒屋 但仔细一看 原来这些食材不是鱼也不是肉 全市由蔬菜水果或蒟蒻等健康食材制作 没有任何动物因为这样的美味受到伤害 原来这间店原本贩售荤食 后来才摇身一变 改为全蔬食的菜单 我们以前的话就是家庭式的日式料理 然后就是会有一些生鱼片 或者一些海鲜或者说烧烤肉类 就是一般的荤食日式料理为主 从105年开始我们就是改做日式的蔬食 一般的日本料理店几乎是天天客满 特地来享用生鱼片的客人绝对不会少 但是什么原因让经营者决定改变 成为全蔬食餐厅呢 其实当初可能就是一句玩笑话 因为最初的时候我们就是说有一些熟客 他可能都会请我们安排帮他们配菜 配一些就是说我们比较招牌的料理 然后可能在客人的就是朋友当中 可能有一些吃素的客人 那我想说他来我们这边 我们当然也是要就是用我们的方式 然后只是把一些荤食啊 可能鱼肉那些拿掉 然后就是做成蔬食的料理给他们用 然后结果就他们那些朋友啊回去之后 反应就还蛮热烈的 因为他说他没有吃过这样的蔬食 对然后甚至他就是说还特别要就是说 请那些葷食的朋友说我们下次聚餐 一定要来我们这边用 许多不喜欢吃素食的人 经常是因为素食店常使用素料或素肉 为了要避开那样的味道而远离素食店 然后这间店坚持使用天然食材 客人们实际上享用后觉得如何呢 我之前来过好多次了这样 然后我觉得他做的素食料理 没有什么素料味这样子 对然后因为我们 因为我是吃素的人这样 然后所以我觉得 他的在食材上尽量都是用就是 蔬食啊然后我就觉得很天然这样子 然后没有什么加工食品这样 然后他的调味上也非常的好这样 大家都是觉得这间店可以推给 没有吃素的人吃这样 对应该是首推这样 因为我其实是吃昏的 对然后就是陪佳琳一起来吃素食 然后第一次吃到就是他的素食的握手 受受非常惊艳 因为很难想象就是 可以把蒟蒻跟番茄做得这么好吃这样 就是其实他的素食是真的很好吃 然后不是像传统大家以为的素食 然后不像是你去一些 比较传统的素食店进去 会有很重的素料味 就是他的食品 就是他的餐点就是吃起来就是 就是像食物原味的味道 然后就蛮有层次的 就像葷食吃起来 他是有层次的这样很丰富 这样不会是单一一个素料的味道这样 蔬食浪潮席卷台湾社会 逐渐成为饮食新潮流 爱吃美食的你赶紧也跟上时代的脚步 体验看看素食美食吧 记者朱敬伟 周福庆高雄报道 想要掌握最在地的即时讯息 除了准时收看港都新闻之外 也可以搜寻高雄都会台 YouTube频道或V粉丝团 按赞订阅分享 比起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港都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平安顺心 我是类长帮 我们下次再会 让它们继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